每天早上七点 用五分钟带您快速了解最受欢迎的商业新闻和职场话题 订阅每日听管理节目 日日学习 每天进步百分之一 一年强大三十七倍 现在加入Apple Podcast付费订阅 每天不用五块钱 天天为你导读一本商管好书 使用技巧随学即用 守则文章是 反向导师制 越来越受重视 为何高阶主管要向Z世代学习 美国求职网站预估 2024年Z世代将在劳动力市场中占据更大比例 并且首次超越婴儿潮世代 因此 越来越多公司开始实行 反向导师制 让主管成为学生 向年轻员工学习新科技和价值观 这种制度可以强化年轻员工的归属感 缩小世代差异 例如 安永推出了逆向导师计划 让不同世代的员工交流 促进跨世代的知识分享和沟通 其他公司如浦华永道和宝洁也透过反向导师制 促进多样性和包容性的对话 提升组织的价值观和思考方式 反向导师制有助于年长的职场工作者学习数位技能 同时也让年轻员工的专业知识受到重视 透过不同世代的优势相互结合 形成强大的合作伙伴关系 第二则要带您关注 QR Code 点餐 机器人送餐 自助结账 盘点餐饮业 为何越来越科技 台湾餐饮业正面临货客成本攀升和劳动力不足的挑战 因此业者纷纷导入全通路OMO数位化技术和自动化设备 数位化技术包括外送宅配、会员经营、电数体系、社群网路行销和数位广告 而自动化设备则包括中央工厂、制餐设备、自助点餐与结账和送餐机器人 此外,餐饮业也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进军东南亚、日本、北美和澳洲等地 根据调查,受疫情干扰的台湾餐饮企业比例从79.9%降至33.5% 显示餐饮业已逐步摆脱疫情影响 然而,食材成本波动剧烈、人力短缺和营运成本攀升等问题仍然存在 因此,业者纷纷导入会员制度、社群网路行销、线上定位及点餐和自助结账等 数位化和自动化技术来弥补这些缺口 同时,许多餐饮业者也进行海外布局合并购 以打破市场天花板、创造更多商机 第三则新闻是 今年8月,台新金与新光金宣布新新病的换股合并计划 然而中性金随后表示将向金管会申请公开收购新光金股份 被形容为半路抢亲 这次并购案牵涉复杂的法律和市场操作 远非简单的企业联姻 台新金与新光金的换股合并属于合议并购 双方在经过磋商后达成共识 接下来需金股东会表决通过 而中性金的公开收购则是一种非合议并购 即通过市场机制直接向新光金的股东提出收购要约 绕过新光金管理层,试图取得控制权 目前,新光金的股东大会将于10月9日举行 而中性金则在等待金管会的批准 如果中性金获得批准 他们将能够公开收购新光金的股份 并有机会影响股东大会的决议 无论结果如何 这场并购将对台湾金融市场产生深远影响 最后带您关注 飞安意外频传 历经国会调查 撤换CEO 波音还有机会挽回商誉吗? 2024年1月 阿拉斯加航空公司的波音737 MAX飞机 在起飞后发生安全门爆炸 引发紧急着陆 这是波音737 MAX系列飞机近年来频繁发生的意外之一 引起了对波音安全问题的关注 2018年和2019年 两起波音737 MAX飞机空难 共造成346人死亡 波音因此解雇了执行账 并支付了25亿美元的和解金 波音737 MAX曾在2019年至2020年期间 遭勒令停飞、复飞后 直到2024年初阿拉斯加航空再次发生意外 自2019年以来 波音已经亏损了320亿美元 公司宣布更换执行账 希望能够重建信任 为了扭转颓势 波音需要公开承认过失 提升沟通透明度 加强危机管理以及积极参与社群活动等 只有彻底解决过去的安全隐忧 波音才有可能重新获得市场和公众的信任 并挽回其受损的商誉 感谢您的收听 经理人也推出了全台第一个对话是AI职场教练 AI Code上线不到两个月 以协助全台上签为经理人解决管理痛点 职场大小疑问 期待您至经理人网站免费加入会员 无限提问 也诚挚推荐您订阅经理人电子报 我们会将每日播报的文章寄送到您的信箱 再次感谢您 祝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请不吝د Homelan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